令好莱坞陷入瘫痪的作家和演员罢工 是正在进行的炎热老公之下的一部分 有专家表示 这已经成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最大规模的罢工时刻 在洛杉矶 酒店和餐厅员工正在举行轮流罢工 与此同时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工会 刚刚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 以避免大规模罢工 如果谈判失败 迪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加入罢工行列 亚马逊和星巴克的员工 试图成立工会 并取得一些成果 大多数这些行动的底线 是在企业利润飙升 通货膨胀高企的时刻的薪酬和福利 以及一个更大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大部分企业 不能适当地补偿 他们的工人和专业人员 工人们应该如何应对 人工智能取代他们工作的威胁 针对这些疑虑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 EMS7月28日 讨论了罢工前线工人 以及劳工专家 对重大问题的观点 加州第26选区参议员 玛丽亚·埃琳娜·都拉索 首先指出 在80、90年代 有大规模的劳工移民现象 现在的各种进步性的政策 都是基于那个年代的劳工运动之上 劳工移民的愿景是改变政策 医疗为所有人改变现状 现在4万多名罢工工人 罢工并非是愤怒的指向 而是因为多年的积累 这不仅仅是2023年夏天的事情 而会深远地影响未来的趋势 影响到工会和所有的工人阶级 这是一种非常深入的运动 对于是否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杜拉索表示 我们一直在看 的 policy issues 一种最大的影响 我认为这些运动 可能不是每个人 人的运动 是货币的 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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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解决,这只是成为一个伴侣,成为一个友谊,成为一个友谊的问题。 第三,经济政治上面的变换,人们对于技术性经济的承诺,对于互联网经济的承诺没有完全兑现,新技术是好事,事实上很多层面都基于劳工有所注意。 那些收入可观的人如好莱坞明星、运渡员和加州大学体系中的学术人士,近年来也加入了罢工。当所谓的精英文化人士和工会站在一起,这是重要的。 You Not Here Local 11联合主席艾达·布里塞尼奥介绍了老公的诉求。 他指出,酒店业的员工难以维持生计,在包括机场等地的43个酒店,有超过1.5万名员工举行了罢工,使用了很多具有高辨识度的标语及养生器等,使罢工更为人所知。 如今,大企业尚没有采取行动,他们会进一步推进。 其实,对于员工来说,诉求就是让酒店员工有房住、有基本的养老、医疗保险。目前,罢工已经影响到了政治人物出行的酒店下榻以及明星的大型点出等,都被建议推迟直到达成协议。 而参与罢工的酒店员工也表示,希望能够提高薪酬,改善生活,现在非常担心退休后的生活、养老金及住房保险。 当前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在疫情后,也希望为未来的医疗来获得保障。 拉丁裔作家委员会副主席WGAW电视编剧见制片人乔治·李维拉表示,如今,商业模型的改变使很多人无法获得持续的收入来源。 流媒体公司也缩减了预算,这变成了零工经济。 如果幸运的话,编剧只能工作十周,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收入,也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福利。 很多人认为,好莱坞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但这是不对的。 好莱坞很大程度是蓝领工人的产业,包括建筑工人、木工、卡车工人或者造型师等。 很多艺术家和剧作家年薪都低于3万美元。 很多人无法保持稳定的事业,无法支付房租、孩子的学费和医疗费等。 此外,他还指出,AI是另一个大问题,很多工作室正试图取代创作型人员。 如果现在不建立屏障予以保护,迟早也会波及更多的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与教育学名誉教授哈雷·沙肯指出,过去10年中变化巨大,工会成就众多,在制造业和经济的诸多行业都是如此。 如今,老公阶级的生活并不理想,大企业利润丰厚,却让为他们创造盈利的一线员工难以生存。 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不管是酒店还是好莱坞的罢工,都是为所有美国人在奋斗。 在这一切背景下,工会对于民主社会至关重要,也凸显出扩大老公的角色,工会化非常重要。